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我跟屋主编都不是马坡人 这一集新闻事件 确实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是佩玲 我是景佳 那说到这个马坡的事件 肯定离不了就是柱子的事情 我记得在两个星期 应该是上个星期吧 我们也有聊过这一集 也聊过了 我以为已经风平浪静了 告一段落 谁知道 现在马坡市议会就突然宣布说 要落实老店柱子商号 要征收广告执照费的一个措施 这次又在引起大家的一个哗然 马坡市区司司街部分的华业商家 就接获了市议会的通知 说要拆除 擦除商店柱子上的中文的商号 报道就有指出 马坡市议会是在这个月的4号 就告诉商家 有关的中文字体的尺寸 是不符合市议会的规格的 不过这个中文商号的风波 是峰回路转 后来的时候就说不用了 这个柱子上的华文字 是保留现状 这也是我们之前就有说 可是谁知道呢 昨天这个马坡市议会的主席 穆斯达化就有重申 尽管马坡老店屋的柱子上的 浮体各个语文的商号 包括中文商号 是归类为文化遗产 获得保留之后呢 商家还是必须要缴付广告执照费 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显示 对其他商家公平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他引用了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礼句来说 必须要收费 那根据马坡市议会执法组之前呢 派员分成很多个小组 在马市的三公里范围 32条主要道路展开视察行动呢 就发现到一共有1947间的这个商店 其中呢有多达1630间的 这是在营业当中的 而这些营业当中的商店呢 安装的这个商业牌 总共有858间 两个招牌的有371间 换句话说 有些只是一个招牌 有些两个招牌 有些是三个招牌 有134间 有些四个招牌 79间 所以你看到 每一间店 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招牌的数目 那每一个招牌都是一笔的这个费用 它必须要还的 所以如果说 它有些不征收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它好像有两个招牌 你只收一个招牌的钱 而我两个招牌 你就收我两个招牌的钱 你要怎么交代 这是市议会的一个担忧了 是没错 当然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质疑的地方 那土著团结党呢 麻坡区的国会议员呢 赛沙迪 他在之前的时候 针对这件事情呢 他就说过 身为这一区的国会议员呢 他说他不会允许 麻坡市议会呢 就是擦除市区商店住址上呢 这一些拥有历史性的中文商号 那另外一方面呢 行动党的巴基里的国会议员 杨美颖也发表文告指出呢 他会在这个周末呢 就是跟麻坡的市议会主席 还有官员会面 以便了解呢 市议会最新的行动的这一些动机 并且呢 就是会当面呢 告诫这一些市议会的官员 要关注更重要的议题 是 那我这样子来看吧 我们说句公道话 就是市议会呢 如果他真的是忠实执法的话 就是在条例上 真的有著名说 在住址上的这些雕刻 看起来是广告牌的话 他必须收费的话 那我觉得执法单位 他没做错 只是 因法行事 对 只是为什么之前没收呢 这个就要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疑惑 对 那当然 这个重点是在于 麻坡市议会在执法之前 他是不是有给一个宽限期 而不是说 现在马上我要收就收 你给了一个通知过后 那人家心里可能 当然我也相信说 还是会反弹了 只是说 你最起码给他一个宽限期 还可以一个商量 我们现在不是说 凡事都有的商量吗 这个市民跟政府的关系 应该拉得更好 那是不是有的 这个商量的余地呢 要先知道这个事情 那当然说 如果这个并不是在条例里面的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大了 对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种事情呢 你看上一次呢 他们就说这个中文字是过大 而不是说 OK 你做了这个要还钱 并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说那个字过大 甚至说马来文字不可以大过 中文字 中文字不可以大过马来文字 这样子一个说法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法令 是不是我们必须重新再去检讨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常说 现在已经换了新政府 是不是要有新的一些条例 符合现代我们马来西亚 多元民族 多元的这个文化的一种生态呢 而且无可否认 可能有些法令呢 是比较过时的 因为设立的年份 可能来得比较早 在这个整个社会呢 跟整个商业环境呢 在进行了不一样的改革 跟变化之后 我们的法令 是不是要与时并进呢 我想这里面还存在着 很多的一些讨论 对我甚至还想补充一个点 其实从这件事情上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 一个权力 是怎么样去协调 那我们一直都在推行说 希望可以有地方选举 这个事情 那从这个事情上 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 这个点呢 如果真的有地方选举 让人民自己选出 这个地方政府出来 那这个协调方面 可能来的就比较容易 也不会有多了一层 究竟他在做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选的人 是这样子呢 你知道吗 这些都受委任的 是 这里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有没有是麻坡人呢 可以通过WhatsApp 来告诉我们 关于你的想法 018-375-1060 谢谢景佳 谢谢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